时间真是过得很快 今天晚上就是我们的聚会已经过了三分之一 我很感谢各位热心复会的这种精神 我希望在以后还有这两个星期 我们都能够抽空来这里 继续来彼此勉励 在公元七十年的时候 罗马人把犹太人的手术耶路撒冷 完全毁灭 当时的罗马皇帝 就在耶路撒冷的原来的地方重新建造一个城市 就用他自己的名字来叫那个城的名字 以后又在犹太人圣殿原来的地方 又盖了一个神庙 那么就以这个当时的太阳神 这个朱比德的名字来称呼那个庙宇 同时又禁止犹太人举行他们的个礼 所以这一切的举动 犹太人认为一种极大的武裕 所以当时就有一个人起来 这个青年人 他就起来率领犹太人反抗罗马人 就认为他是领导以色列人 从事解放战争的英雄 他本来是个强盗 但是他自己封自己说是救星 同时他说他是从天上差派他来的 所以他当时又自己做了一些钱币 又印了一些传单 在这个钱币传单文件上面 自称自己是以色列的大统领 他就要求传犹太人都要支持他 要是有人反对他 不跟从他就要被他杀害 当时罗马人看见这个人 以为他是发疯了 所以开头的时候不大注意 但是后来他的势力越来越大 那么他所行所做的 超过了政府所能忍耐的 结果政府就出兵来对付他们 经过三年半的战争 据说有五十八万人被杀 有五十座碉堡被摧毁 有九百多个山村 完全被移为屏蔽 当然这位自称为救生的这个人 就被罗马人抓到 把他砍了头 那么他自认为人类的救生 结果他有这样的悲惨的下场 他死了以后 所有一切跟从他的人 都变得树倒湖身上 完全走掉 历史上记载在第一个世纪的时候 除了这位仁宗以外 还有很多其他人 起来自称是人类的救生 带领犹太人反抗罗马人 结果都被罗马人打败 结果他的跟从者都被赶散 以后连名字都没有人记念 也在第一世纪的时候 有另外一个人起来 这个人叫做耶稣 他被称为人类的救生 他也被罗马人所杀 但是他跟其他的人不同 他被杀了以后 跟从他的人并没有完成善治 很多人为了他 为了传扬他 而甘愿被骚 很多人为了他的名字 不怕留学 做各种辛苦 要传扬他的名 今天已经过了两千年的时候 这个人的名字 并没有从世界上被消灭 而且在全世界当中 凡是有人居住的地方 都有人认识他 今天最伟大的建筑物 是为了他而建造 最美丽的诗歌 是为了他而舍 最有名的艺术品 是为了他来雕刻 最有名的学校 是为了他的名 来建筑起来的 很多有名 对人类很有贡献的事情 就是因为他的名 而卸立起来 他迎起来我们整个世界的历史 迎起来我们所有的文化 迎起来我们的制度 跟我们的生活方式 今天比方我们是1985年 这个1985年 就是纪念他出生的那个年代 我们在圣诞节的时候 是为了祭连他的诞生 我们在福祸节的时候 是为了要祭连他的受难和富货 不论相信他 或者不相信他的 都知道有耶稣这个人 在耶稣的时代 在圣诞的有一位皇帝 叫戴克利先 他曾经下了一个决心 这是在耶稣基督以后 这个两百年的时候 他说在他掌权的时间 他要把耶稣这个名字 从世界上完全消灭 他一共在位了二十年 在他在位的时候 他吩咐所有政府的官员 一切的军人 他说你们的责任 就是要把基督这个名字 从世界上完全消灭 所以他给所有的政府的公务员 军人有一个章挂在他身上 在这个章上面有他个人的这个像 同时有一句话这样说 基督要消灭 今天你在英国的博物院 可以看到这个东西 这个是个笑话 这个人已经消灭了一千八百年 但是基督并没有消灭 要是基督已经消灭 我今天晚上不会站在这里 你今天晚上也不会来坐在这里 我们来一天是为了要研究 这位基督所留给我们的教室 我们今天看见世界上 所有这些教堂 我们看见所有为基督的名字 所开的医院 我们看所有为基督的名字 所开放的学校 我们看着这个为基督的名字 而开放所有的慈善机构 所有为他的名 而建造出来的东西 今天散播在全世界国地 所以在圣经里面 有一个章节在菲律比书第二章 这是在新约第270版面 有句话非常地有意义 A very meaningful statement right here 菲律比第二章第9节 所以上帝将他升为至高 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 有一切在天上的 地上的和地底下的 因耶稣的名 无辜趋势 他说上帝要赐给他一个名 超乎万民之上的名 今天你跟我已经见证这个事情 请问今天还有谁的名字 比耶稣的名字更显亮 今天还有谁的名字 在世界上 曾经被人记念了 两千年这么久 今天不但没有从人的 这个质疑当中被涂冒 今天继续被更多的人记念 这个人不是个普通的人 当然在历史上面 有记载有这个人 他说历史书说 他是一个平民革命家 有人说他是一个木匠 有人说他是一个教师 但是两千年来跟从他的人 数也数不尽 耶稣基督跟其他的 自称为人类救主的人 完全不同 其他的自称为人类救主的人 当他们死了以后 再没有人记念 耶稣基督 他也被称为人类救主 但是他死了以后 纪念他的人 越来越多 耶稣基督 也被称为人类救主的人 但后他死了 更多人记住 他的来历 跟所有人都不同 因为他原来在天上 来到这个世界上来 我们除了从天上的神 所给我们的指示以外 我们不能明白 他的来龙去 但是我们心里面 今天晚上觉得很感激 就是上帝已经把 他的原来的一切告诉我们 在马太福音第一章 就提到他的来历 这个是在新的圣经第一面 第二十一节 各位都知道 这个是记载当耶稣 还没有出生以前 天使只是他的母亲 告诉他 他会生一个儿子 这个儿子一节 他要生一个儿子 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 因为他要将自己的百姓 从罪恶里面救出来 他会救他 这个人也是将来的救主 但是这个救主跟其他的不同 他来并不是要建立 世界上一个有形的国度 他来是要来 把人从罪恶里面救出来 所以他从来不主张 用暴力来解决人间的一切的问题 他也无意在世界上 要建立任何的竞权 所以他没有鼓动当时的百姓 来反对政府 他所教训人的所讲的道理 总是以爱作为他的出法 他教训人如果要牺牲 灵愿牺牲的自己 他教训人就算是仇敌 也应当以爱来上代 就因为当时的人对于他的这种使命误解 结果也把他处死了 但是他死了以后 两千年来我们发现他对世界的贡献 他的贡献比世界上一切的伟人所做的加起来还要多 今天世界上所有的这些最好的制度 是从耶稣的教训那里演变出来的 美国有一位很有名人叫做富兰克林 曾经讲过这样的话 他说耶稣基督留给我们的制度 来自世界上最好的制度 你跟我今天在世界上亲眼见证这个事情 你试想想如果今天在世界上根本没有耶稣这个人 如果在过去两千年来根本没有基督教这回事 你想今天的世界会不会像今天一样的 的答案一定是不会 基督教在世界上存在的两千年 今天的世界还那么混乱 人还是彼此争斗还是彼此仇恨 要是今天世界上根本没有基督教 根本没有基督徒 我想这个世界更加可怕 因为有很多的基督徒今天影响这个世界很多的制度 他教训我们忍耐 教训我们仁爱 教训我们彼此要相待 所以我们说耶稣基督这位人类的救生 是实在的救生 通常我们在一个人过了一生以后 我们才讲他的历史 但是耶稣在他还没有出生以前几百年一千年就有人预言他要过怎么样的生活 上帝为了要使我们人类不至于混乱 以为耶稣就像其他的所谓救生一样 所以他在他在他没有出生以前 已经感动了很多的先知 告诉我们他还没有出生以前 所有发生的一些事情 圣经要预言到这位要来的救主 他所出生的地方 时间 他的家庭 他的一切 在耶稣还没有出生以前几百年 圣经里已经有了差不多三百个预言 预言到他 我们没有时间在这里一个一个地给你们引证出来 但是我可以在这个地方向各位提几个 做一个例子 比方说在以赛亚第七章 例如在以赛亚第七章 八百十七面 以赛亚七章第十四节 提到耶稣的出生 先知在他出生以前几百年 提到他的出生的奇妙 他说因此主要 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赵头 必有童女怀孕生子 给他起名叫以马列列 Therefore the Lord himself will give you a sign behold a young woman shall conceive and bear a son and call his name Immanuel 他说这位救治是从童女生出来的 here it's recorded that Jesus Christ the man Messiah will be born of virgin 以后在这个路加福音 果然记载耶稣的母亲是个童女 because his radon is fulfilled in Luke in the book of Luke that Jesus Christ was born of a virgin mother 比方先知梅迦预言到他出生的地方 for example Prophet Micah also prophesied about where Jesus was to be born 在梅迦书第五章第二节 就是一千零九十面 就业圣经 这个是在他出生以前几百年预言到出生的地点 and this was prophesied several centuries before Christ was born regarding the birthplace of Christ 明迦五章第二节说 百利恒以化他呀 以在犹大都城中为小 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 在以色列中为我做奖全的 他的根源从耿古从太初就有 我想在这个当中有好多人都知道 耶稣的父母本来是住在加利利 虽然他们是百利行人 但是他们并不住在百利行 就在耶稣快要出生的时候 当时的罗马皇帝下了一个命令 因为要调查户口 无论你住到哪里都好 你一定要回到你本地本家去 报名上车 就在他的母亲回到原来的地方 就是百利行的地方 他就出生 先知说这位人类的救星 要在百利行城出生 看起来不可能 结果到最后的关头 还是可能 比方在罗马的时代 他们发明这个 钉十字架这种的刑罚 这种钉十字架的刑罚 先知已经预言 他需要被人针在十字架上 那个时候根本没有这种刑罚 那个时候根本没有这种刑罚 预言到耶稣临终以前 在那个时候根本没有这种刑罚 那个是罗马人所发明的 耶稣基督果然间在罗马国的统治的时代诞生 也在罗马人统治的时代 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他死亡的形状正好应验了 这四篇二十二篇的译言 其他比方在大约理书提到 他出生的年代 还有其他的预言提到 他死亡的时代 还有一些预言提到 他最后一天的三十个预言 都在最后二十四个钟头 完全应验 上帝要我们人类 这位所谓人类的救主耶稣 并不像其他那一番自身为救生的人一样 所以在他还没出生以前 已经有三百个预言提到的 所以在他一生当中 都把这些预言一一地应验 我们把它比对过 我们就相信也承认 耶稣基督的确是人类的救生 耶稣在世界上只生活了三十三年半 耶稣在世界上只生活了三十三年半 很短的时候 但是他过了一个非常丰盛的生命 因为他对人类的贡献这么大 所有一切世界上伟人所做的 加起来都没有他那么多 他一生只做传道三年半 他讲了世界上最伟大的道理 他曾经试行过很多这个神奇 医病 痕诡 死到死人腐化 以及试行许多自然界的神奇 我们在世界上再找不到第二个人 像他这样奇妙 所以我们比对圣经 关于他的预言 关于他的话 我们不得不承认 他就是上帝所拆来的 人类的救出 这个不是我们的一个 外面上的一种猜想 这就是 这就是 因为在两千年来 历史上 以及许多人的经验 已经证明着点 因为在两千年来 因为在两千年来 历史上 以及许多人的经验 已经证明着点 有一天 耶稣曾经向人问了 这样的一个问题 这就是记录在 马太福音的十六章 这就是记录在 马太福音的十六章 这在新月圣经的二十三面 新月圣经二十三面 马太福音的十六章 第十三件 耶稣到了 盖撒利亚 腓立比的井内 就问门徒说 人说我人子是谁 耶稣在世界上的时候 曾经有十二个门徒 有一天 他就问他们这个话 他说 你看人说我是谁 他问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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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是今天耶稣问你 同样的问题 你怎么回答 如果他们问你 同样的问题 你怎么回答 那么你的回答可能有两个 你的回答可能有两个 要是你认识他的话 你会说你就是人类的救主 If you know him you will say that he is the Messiah 要是你不认识他 就说我根本不知道你是谁 If you do not know him of course you will tell him I do not know who you are 但是你的回答 影响你永远的命运 But your reply will determine your destiny 当时有一位门徒就这样说 One of the disciples then said this 在第16节 Verse 16 西门彼得回答说 你是基督 是永生上帝的儿子 Simon Peter replied You are the Christ The son of the living God 这个真是一个最好的回答 This is the death answer Isn't it 我们昨天给各位研究 上帝给我们来往交通的方法 Yesterday we talked about How God had provided for us To travel to and fro 他为了要我们了解他的旨意 他采用两种方法 In order to For us to understand his will and his plan He has two methods 第一就是 把他的意思 麦事给人 就先知把它写出来 One is to inspire prophets So that his will can be recorded In written form 他把它向人所要有的一些旨意 告诉先知 叫他们写出来 All he had planned He had reviewed He had reviewed to the prophets So that the prophets can write down 那么这个就变了圣经 And those have become the Bible 白子 黑字 Black and white 把上帝要对我们讲的话 写出来 So that all that God Wanted to speak to us We will record it right here 这个被称为上帝的道 This has been called The word of God 然后第二个方法 Metal number two 就是从天上差遣 一位神下来 That is God sends somebody from heaven The God from heaven Come down right to the earth P代我们人类的这个形状 Take upon human nature Yu我们的肉身 Having our body Zoo在我们当中 Leave among us Leave with us Liu解我们一切的情形 Understand all about us Speak to us To demonstrate to us What God is really like So that through him We can fully understand And fully know Who God is When we like to understand a story There are two ways That is number one You should study a book About that story 这个就是去看 把这个故事 表演出来的一场戏 Metal number two Is to To act it out In dramatic scenes About the story 那么你说啊 要把一个故事 写出来容易给人了解啊 还是要把它表演出来 容易令人了解 What do you think Which is easier To write the story Or to act it out 当然要把它表演出来 我们更容易了解 Of course When we act it out It's easier to understand 所以上帝除了 是给我们一本圣经以外 So other than giving it to this Bible 他也猜测 救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 God also sent Jesus Christ To this world 替代我们人类的要身 Take upon our human nature 活在我们当中 Leave among us 使我们看见他 就等于看见上帝 So that when we see him We have also seen God 我们可以直接从他那里 了解上帝对我们的旨意 And through him We can come to know God directly This very Jesus Is different from all others He was also called The word of God But he was a word That is made flesh The Bible is also called The word of God But it is the word of God In black and white This two have close relationship We要是研究上帝的道 在白纸黑纸的道 我们会了解耶稣 If we study this book Black and white We can understand Christ If we love Christ We can truly understand What is written in this black and white Both have close relationship Both have close relationship One day One girl bought a novel home She began to read the book She began to read the book When she read the book She began to find that this book Was meaningless And the more she read The more she found boring After several pages And she left it in a corner And she forgot She had forgotten the book And the girl said I have never read such a dull book And she regretted Spending so much money You need to buy the book After a while He came to know a boy After knowing him She discovered That this man was an author And so this lady This girl asked the man Have you written any book Oh this man said I have Oh I have written this particular book Oh that book Was the same book That I bought So she asked Did you really write that book Of course Haven't you read it That very night The girl went home And she took out the book And she spent the whole night Reading the book And she spent the whole night And she spent the whole night Reading the book And she found out And she discovered that How interesting How meaningful the book was Why am I not sure How come I never knew before Of course she didn't know about it Because Before she did not know this author 其實那本書還沒有改變 Because actually the book Has not changed She has not changed Oh that girl was changed Because she has fallen in love with the author So she found the book to be interesting and helpful If she did not love the author of God This book was still meaningless And likewise if we truly love Jesus Christ We will find that the Bible Is very meaningful and interesting The more we study this book The more we love Jesus Christ But Jesus Christ warns us He warns us You study the Bible You think that you can have eternal life there? Within this Bible There is no eternal life But Bible is here to testify about Christ 永生是在耶穌裏面 As a matter of fact Eternal life is in Jesus Christ 所以我們讀聖經的時候 我們千萬要記得這個事情 When we read the Bible We must remember this 我們不能單靠明白聖經的知識 而得到永生 We can never get salvation or eternal life From just knowing the Bible 我們必須要從這位救主耶穌個人建立關係 然後才有永生 We must establish close relationship With this man Jesus Christ Only then we have eaten I 因為在約翰一書第五章 Because in 1st John chapter 3 verse 8 我們看看這個新約的349面 We like to look at New Testament Page 224 約翰一書第五章 349面 1st John chapter 5 第十一跟第十二節 Verses 11 and 12 它說這見證就是上帝 是給我們永生 這永生也是在他兒子裡面 Here it says that And this is the testimony That God gave us eternal life And this life it is in His Son 人有了上帝的兒子就有生命 沒有上帝的兒子就沒有生命 Let's draw He who has the Son has life He who has not the Son of God Has not life 讓我們記得聖經白紙黑字 是為了為替耶穌做見證 And let's bear in mind The word of God in black and white in the Bible They are there to testify about Jesus Christ Only obeying the commandments or the words in the Bible It's never enough We must have a relationship with our Lord Jesus Christ We must have true connection with Jesus Christ We must have true connection with Jesus Christ One day there was a man from countryside He went to the city He went to visit a friend He discovered that his friend's house Has a tap water head 一開那個水就出來 When he turned on the tap Water came out Oh 在我家裡我要去老遠的地方 在井裡面打水 我跳回家 Oh It reminded him While I was at home I had to go far to get the water from the well So troublesome 他說你這個地方 一開就有水出來了 But over here in your house He said that You just turn on the tap You have water 就問他我能不能有這樣的裝置在我家裡 And he asked his friend Can I fix this in my house This man said of course 你爬到胡尖店裡面買一個水龍頭裝的 你家裡也有這個水 And his friend told him You go to the hardware shop You buy yourself a tap So he asked his friend Where do you buy it So his friend told him Where to get it So he bought one And when he went home He was very happy And he fixed it right In front of his bed And he told his whole family But now onwards You don't have to go to your well You don't have to go to your well When you go in the water 一開 水出來了 You turn on the tap When time came Everybody surrounded the place Oh this is wonderful So convenient Just turn it on You have water Oh it's saved a lot of problem So everybody got all their pills 到時候把它一開 When he turned on the tap 你知道啊 並沒有水出來 Of course you know No water came out 大家都很失望 Everybody was disappointed 又再試一下 He tried again 又再試一下 And tried again 最後整個東西掉下來 就沒有水 And finally the whole tap came off There was no water And he ran back to the city And he looked for that man You told me to get this tap And how come there wasn't any water You lied to me The friend said I didn't lie to you Did you connect a tap to the pipe Oh he said what pipe He never even heard of pipe before When a tap is not connected to the pipe The Bible says that you can find eternal life in him If we are not willing to connect with Jesus Christ How can we have eternal life You無論是做什麼其他的工作 做什麼其他的功德也好 You不能得到永生 No matter what you do You can never gain eternal life You must connect yourself with Jesus Christ Jesus Christ is different from you and me Because he was not merely man Sometimes we say you are not a human being Oh we are not human being Never mind as long as we are God But nobody is God except Jesus Christ And this is recording Colossians chapter 1 New Testament page 188 In many parts of the Bible The origin of Jesus Christ was recorded I just want to mention one example here Colossians chapter 1 verses 16 and 17 Because万有都是靠他造的 無論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見的不能看見的 都是在位的主政的执政的掌權的 一概都是藉著他造的也是為他造的 Verse 16 For in him all things were created in heaven and on earth visible and invisible Whether thrones or dominions or principalities or authorities All things were created through him and for him He is before all things and in him all things hold together I believe nobody fits this description about a creator 萬有是他造的 All things were created by him And he existed before everything 就因為他的來歷是神 Soly它與我們都不一樣 Of course Jesus Christ is different from all earth Just because He is God 他才可以成为我们人类的救生 只要他可以成为人类的救生 人们把他埋葬 但是今天你找不到他的坟墓 因为他已经复活了 世界上没有任何其他宗教的救主 曾经从死里面复活出来 他不但活着先 复活了今天还永远活着 在希伯来书第七章 这个就在后面一点 318面 耶稣基督不但今天活着 他活在天上为你 为我 长远地为我们工作 318面 西法来书七章第十二十五节 Hebrews chapter 7 verse 25 凡靠着他进到上帝面前的人 他都能拯救到底 因为他是长远活着 替他们祈求 西法来说 Consequently He is able for all time to save those who draw near the door to him since he always lives to make intercession for them 他是长远活着 世界上没有任何其他的救生 是永远活着的 那些曾经自称为人类救生的人 都死了 他们再没有复活 唯有耶稣死了又复活了 他今天在天上长远活着 Now he is in heaven He always lives 这个不是一种神话 This is no fairytale 这个不是一个乱讲的话 This is no lie 因为有千千万万的基督徒 亲自经验他活着 Because millions of Christians have testified to this truth 好多的人说 你问我 怎么知道他今天还活着 Many people would ask Sir How do I know that Jesus lives 他说 我知道他活着 因为他活在我心里 I know that he lives because he lives within my heart Many Christians talk with Jesus Christ every day Many people experience the existence and the togetherness of Jesus Christ 很多人经验 耶稣跟他同在 所给他的救恩 Many people experience the salvation to Jesus Christ 这种经验 也是你可以得到的 This experience also can be enjoyed by you and me 可能是你今天晚上 还没有这种经验 Maybe tonight you haven't got this experience 但是如果你要追求的话 But if you want this kind of experience 终有一天 你也能有这种经验 我们早两个晚上 研究这个世界上 一些罪恶的来源 我们就说 这个撒旦在世界上 做成所有的灾难 我们也提到 我们人类 没有办法可以胜过撒旦 我们要胜过撒旦 但唯有靠着一位 比他更大能的 然后才可以胜过他 In order to overcome Satan we have to rely on somebody who is more powerful than Satan 谁比撒旦更大能呢 Who is stronger than Satan 没有任何的人类 比撒旦更大能 Nobody else 唯有创造主 就是创造撒旦那位 比他更大能 Except the creator The one who makes Satan 我们如果不 靠着这位 比撒旦更大能的人 在耶稣 我们没有办法胜过他 If we don't rely on somebody who is stronger than Satan we can never overcome him 所以圣经里面 给我们讲了这句话 So the Bible has this to say 约翰一书第三章 第八节 1 John chapter 3 verse 8 这个就在347面 Page 223 新的圣经347面 New Testament page 223 第八节 verse 8 犯罪的是书魔鬼 因为魔鬼从起初就犯罪 上帝的儿子显现出来 为了要除灭魔鬼的作为 He who commits sin is of the devil For the devil has sin from the beginning The reason the Son of God appear was to destroy the works of the devil 今天 人类有各种的苦难 Today man has all kind of problems 有各种的试探 All kind of temptations 各种的艰难 困苦 All kind of difficulties 致病 sickness 家庭的问题 Family problems 工作的问题 Career problems 许多的问题 All kinds of problems 我们从哪里可以找到一个帮助的地方 Where can we find solution Jesu曾经答应过我们到祂面前来的人 祂都可以帮助我们 Jesus had promised us All those who come before Him He will help Because Jesus always lives We have promised all of you That tonight after our meeting We would like you to stay there for prayer We would like to request all of you Who would want us to pray for you Stay behind 也许你有身体的毛病 Maybe you have physical problems 也许你有心理上的烦恼 Maybe you have emotional or psychological problems 也许你有家庭的困扰问题 Maybe you have family problems 也许你有工作上面的烦恼 Maybe you have working problems 也许你有很多烦恼 不愿意让人知道的 Maybe you have all kind of problems That you do not like others No 都可以留下来到前面 等一座散会的时候 我们会为你祷告 You can come After our service And we pray for you 这位能除掉 魔鬼作为的耶稣 This one who can destroy Satan He can surely help us 帮助我们 知道我们能胜过我们的困难 To help us so that we can overcome our problems 我要各位亲自有这种经验 I would like you to experience it personally So I invite all of you who have this desire To stay behind Our Lord Jesus Christ is the Savior He is also the Creator That's why He can change us 他不但能够改变我们 Not only He can change us 同时他能够把我们重新变了 再造出好像一个新人一样 He can also recreate us to be a new person 世界上有千千万万的人 死了 有做过很多的事情 Millions of people before they die They have great achievements 但是他并没有影响我们永远的命运 But these people These great men Have not affected our destiny 世界上只有一个人 影响我们永远的命运 Only one person in this world Had really affected our destiny This is Jesus Christ 当耶稣基督被卖 出卖交给官 这个神父审判的时候 When Jesus Christ was betrayed And handed over to the priest for trial 当时审判他的官的名字叫比拉多 The one who tried him was governor Pilate The governor Pilate The governor Pilate In Matthew chapter 27 The 22nd 第2nd 记载 Verse 22 New Testament page 30 The 22nd 彼拉多 说这样 Lah 称为基督的耶稣 Wo 怎样办法呢 Verse 22 Pilate said to them Then what shall I do with Jesus Who is called Christ Ginchen Kalan Lee Gan我要回答同样的问题 Today I think you and I Have to answer the same question Lah 称为基督的耶稣 The one who is called Jesus Christ 我怎样办法 What shall I do with him Yew太人怎么回答呢 What how did the Jewish people reply The 25th 记载 Verse 25 众人都回答说 他的血跪到我们 我们的子孙身上 The Jewish people reply And all the people answer His blood be on us and our children 这个是最坏的一个回答 This is the worst answer Anyone can give 他们的回答 已经悲惨地应验了 And this The answer was fulfilled 40年以后 40 years later 就是他们回答这个问题 以后40年 That is after they answer This question 40 years later Roman人把耶路撒冷 完全毁灭 Roman army came And leveled down The entire Jerusalem 当时回答这个问题 人冲通被杀 Those who answered this question They were all killed 可能有很少数的部分 没有被杀 Only the minority may be spared And since then The nation of Israel has lost their national identity for thousands of years They were dispersed throughout the world They were looked down by others They were persecuted by other people They were persecuted by other people During the second world war Dekon人把犹太人 过百万的 无缘无故地 把他们弄死 Germans have exterminated Millions of Jews 他们的回答 自己找了自己的 这个报应 Yes, the answer was right The blood truly was upon their head They said that Let Jesus' blood be on earth and our descendants 各位今天我们看 希腊国 雖然他们今天在巴勒斯坦 重新建国 从来没有过一天安宁的日子 But they never have peed since 他们今天还在 不住地被人留他们的事 But they will continue to be persecuted by others 各位我们对耶稣基督 这个人 你不难不回答这个问题 Dear friends We cannot refuse to answer this question What shall I do with Jesus who is called Christ There are only two answers The first is 不理他 The second is The second answer is I can't help but accept him John chapter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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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erse 16 But God so loved the world That he gave his only begotten son That who also ever He lives in him Should not perish But have everlasting life 他说如果我们信他的 不致灭亡 God said If we believe in him We shall not perish But have everlasting life 彼拉多问当时的犹太人说 这位被称为基督的耶稣 我怎么样办他 Pilot asked the Jewish crowd During that day What shall I do We cry with Jesus who is called Christ 他们回答说 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 我们不要他 The reply was Crucify him We do not want him 那么彼拉多说 这个人不然随便这样对待 But Father said You cannot treat him this way 他们说 留他的血 会到我们 和我们指针身上 But they replied Never mind Let his blood be upon our heads 今天你跟我 还看住 这个 可怜的 誓言 在应验 Today you and I have witnessed This tragic fulfillment in the lives of all the Jewish people throughout the world 亲爱的朋友 我们不然再有 同样的回答 Dear friends Let us not have the same destiny like the Jews 我们的回答应当是 信他 使得我们不自灭亡 反得永生 Our advice should be We should believe the Lord so that we will not perish but have everlasting life 因为在他里面 有永生 Because in Christ you can find eternal life I accept him And I have eternal life If I refuse him I have no hope I wish all of us can say like Paul In Philippians chapter 3 verse 8 This is the best answer 他说不但如此 我也将万事 当作有选的 因为我以认识 我主耶稣基督 为自宝 Philippians chapter 3 verse 8 Indeed I count everything as laws because of the surpassing world for knowing Christ Jesus my Lord For his sake I have suffered the loss of all things and count them as refuse in order that I may gain Christ Indeed I count everything as laws because of surpassing world of knowing Christ The last prayer that I may gain Christ is worth all of it Dear friends I have introduced Jesus Christ to you I do not wish that you answer the same way as the Jews did I do not wish Don't say that we do not want him I do not want him You do not want him I do not want him You may refuse to answer this question You already have answered this question Because your action will prove your answer You do not want him I do not want him I do not want him If we don't accept him We will be lost eternally 今天晚上 I do not want各位 马上在这里决定 So我要尽力 要归归上主 No tonight I am not asking you to make a rest decision to be baptized 但是我要各位 认识耶稣 知道他会影响你 永远的命运 I like you to know Christ knowing that He will influence and He will determine your eternal destiny